12月19号上午 正在澳门出席庆祝回归20年活动 并进行视察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澳门豪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观摩历史课 谈起现场情景时 该校高一学生尼克兰称 自己和同学们都非常激动 听完我们的课之后呢 他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了一个勉励 还有进行了一个点评 然后我心情很激动 然后这个点评也对我有很大的鼓舞 尼克兰说 课堂上从教育 经济 文化等方面 认识了澳门回归以来的巨大变化 令他对一国两制有了深入的了解 作为一名澳门的中学生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以及珍惜 这个来之不易的土地 然后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 使自己进步 好好的装备自己 长大后成为这个社会的栋梁 然后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 侯江中学创立于1932年 是澳门学生人数最多的基础教育学校 现由中学部 附属英才学校 小学部和幼稚园部四个校部组成 建校以来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 培养了大量优秀爱国爱傲人才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 习近平给该校小学生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在澳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当天 习近平来到学校图书馆 听取澳门教育总体情况和学校校史介绍 他还走进礼堂 观摩一国两制与澳门历史课 郝江中学校长游端阳认为 学校能有现在的成就 得益于坚持爱国爱傲的办校宗旨 郝江的教育事业随着国家的强大而不断发展 这是政府的15年免费教育 从幼稚园开始 一直到高中 他们享受免费的教育 跟过去有个对比 要回归以前 那学生都要交学费 所以很多比较穷的学生 交不起学费 就连中学都练不完 就算有些中学练完了 高中毕业了 也没能力到大学去生肖 游端阳表示 对比回归前后 从澳门市民的授意 就可看到一国两制 有很强的生命力 当天历史课授科老师周炼奇称 祖国好 澳门就更好 一国和两制密不可分 只有在一国为根本的情况下 澳门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周炼奇的眼中 澳门现在的学生都非常的幸福 我也希望同学们经过今天的学习 能够以后对自己的学习 更加的投入 更加的有自信 包括现在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出来以后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 对自己将来的这种前途 还有自己的一种目标设计 能够更加远大一点 就澳门地方小 但是现在我们有整个大湾区 我相信他们的发展机会 是越来越多的 选择是越来越来越多 我觉得现在学生 我们澳门学生都很幸福 有这么多的选择 习近平当天还观看了 学校科技创新作品的展示 听取学生介绍科创作品 长城的故事和导盲帐 夜间智慧泊车系统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